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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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我們會長對我的介紹 把我捧得好高 真的是非常高興 今天我大概在 總幹事跟我聯絡的時候 那時候跟我提到說 到熊中來 那時候我非常的訝異 為什麼會有熊中的這個讀書會 這個總幹事來找我 那後來我終於知道 是這個海洋科技大學的這個林院長 林院長把我出賣了 那有一次我們兩個在搭高鐵的時候回來 他跟我提到他小孩的一些的狀況 他希望他到國外去念書 然後現在的狀況 然後有一位這個悉尼的對象在高雄 所以他這個兒子還蠻 當然了 這個剛有悉尼的人 他一定是要離開這個地方是會有一點壓力 所以他跟我聊了一下 那我終於知道 是因為這樣跟我聊了 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結果他把我介紹給我們的教員會 才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跟我女兒講到說 我要到熊中來 他說爸爸 你是熊你的家長 你跑到熊中去幹什麼 然後因為他以往 我女兒每次看到熊中 他都會抬起頭來 他說熊中真的是很厲害 他過去接住 他說熊中真的是很厲害 到現在他還是認為很厲害 真的是很厲害 那我看到 包括我自己的同事的小孩念熊中 過去我看到的一些熊中的表現 也等於是各位的這個兒子 或者當然也有女兒 那在整個高雄地區的表現 這是有共同的 或者是在台灣的表現 或者是我在學術界看到的一些熊中人 真的是非常不錯 那今天大家會到這個地方 這個時間會在這裡 禮拜四會在這裡 我相信是非常關心子女的家長們 那在我過去在帶小孩的經驗裡面 我過去從來不曉得說 有這麼多關心家長的人 從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是從我去參加 帶女兒去參加推真的時候 我本來一直是認為 我是非常關心子女的 從我的小孩開始念國中開始 我非常注意她 但是去真事的時候我才訝異 我跟幾個家長談了之後 我發覺我還是落後一大短 真的是落後一大短 那當然這一個部分是在整個 這個也讓我有一些學習的機會 那今天我不是 剛剛會長跟我問的 我完全不是一個所謂的教育的專家 那我太太也不是 我本身是環境工程 我太太是學財務 那我們過去對小孩的觀念裡面 就是讓他自由成長 我住在小時候 國中以前我們都住在大寮 大家知道大寮我們念的是三寧國小 那三寧國小我們小時候也沒有讓他去補習 唯一的就是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那邊有一個很小的英文的課程 類似補習班 就想說到那個地方去讓他去玩一玩 有一些朋友從那時候開始 那當然在座從小學開始跳到國中這個階段 我想不是我們今天要主要講的內容 我在這個地方把我這幾年我自己的經驗 那我寫的這個 今天大概有20張左右的PPT 那這個PPT我寫完之後 再丟給我太太看 我說讓你看 他說他看你怎麼會寫出這種東西 你有沒有看什麼書 我說完全沒有 我是在 我完全從就是 因為我現在在當學生 週六日 因為國內通過一個環境教育法 即使在大學裡面教書 那你要去成為這個環境教育裡面的人 你還是要受訓 那我就是在受訓 做信的時候 我就利用兩三天的時間 在草稿子上面寫一寫 那今天寫的這個 我想是完全出自於這個 那可能等一下大家可以叫我賴爸爸 這個非常假的 那我稱各位也是這個家長的 這個爸爸媽媽 那我想這種感覺應該是比較真實 那我從國中帶高中到現在我的小孩 大的在大二小的在高二 高中階段的小孩 他個性穩定了嗎 也許今天有些家長碰到的問題 這個小孩現在在選自願的時候 他偏偏要選這個 但是我希望他選這個 但是他就是不聽 或者是說他有他的想法 我其實我們家老大 我們家念大學 他大一跟我說他對物理有興趣 我說不錯 大一對物理有興趣 大二的時候跟我說他對化學有興趣 那媽媽曾經跟他講說 我們家族都沒有人當醫生 你當醫生也不錯 他心裡就有感覺了 他的感覺是什麼 我為什麼要當醫生 我成績好我為什麼要當醫生 那他就也會有這種感覺 那我說爸爸我也要求你要當什麼 你現在在準備考試等等 我最重要的是你盡力就好 其他不重要 你盡力就好 其他不重要 但是你在選擇未來的方向的時候 我可以提供給你 這個未來他在工作職場上面 是做什麼事情 這個你喜不喜歡 這樣的領域未來也會做真的 因為我在我的觀念裡面 小孩子這個父母親跟小孩子之間 我不認為他一定 比如說我們家現在這個念台大醫科 我不認為他念台大醫科 他出來以後一定會很有競爭 我常常跟他開玩笑 你看過這麼多醫生 你最喜歡哪一個醫生 他跟我說那一個 我說那一個念哪裡 念高醫 他說那一個非常好 我說那念醫生看什麼 看你 我說最重要的就是 除非你真的是要做醫學研究 你走的路不太一樣 但是到一做醫學研究 非常好的一點點多 台大也有 那你當醫生 為什麼你喜歡去 重點應該是在這裡 為什麼你喜歡去找他 他會對你很親切 他願意告訴你這些事情 他願意告訴你這些事情 他願意告訴你的症狀 他不會像一般人 你怎麼又來了 你怎麼來了 你又怎麼了 你又怎麼了 我說對 你如果當醫生 你如果能夠做到這樣 他就是你喜歡 就像我常舉我的例子 我是鄉下的小孩 小時候是貧物 我的哥哥姊姊 見到佛中 我現在有姊姊在做自助餐 他的品質非常好 我常跟我女兒講 你最喜歡吃姑姑的便當 你看 他的六十塊是這樣 你看他在準備才是怎麼準備 但是他在做自助餐 他非常有競爭 那你看 在學術界 像我們在教書 在教書 在學術界也是很競爭的 你要升等教授 你也是非常競爭 我說 你看爸爸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事 那我會善用時間去做什麼事 那我在當初 我現在在古英科技大學教書 古英一姐是互專 那時候根本沒有什麼研究 反正他什麼研究生 沒有啊 那大學教書要做研究 一定要研究生 沒有研究生 你怎麼辦 那我說 我看到很多人會哀嘆 這麼沒有設計 這麼沒有人要怎麼做 然後我自己一樣 我就自己做 我找了大學部的 有興趣的幫忙 一起做 那我也做出不錯的成果 說你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 你只要在這個領域 你喜歡 在大學教書 也有很多人不喜歡在大學教書 那甚至真的是有壓力 但是你如果說 你這個行業 我常常在講 你要讓小孩喜歡這個行業 甚至最少最少不要討厭這個行業 不要討厭這個行業 他才會有機會 在這個領域裡面 他可以 尤其台灣現在的社會 你在這個領域裡面 當然你就會得到成就感 相對的就是有競爭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在高中的時候 他個性是不是穩定了 有些看起來很成熟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的資訊太發達 跟你一下國民又很不一樣 他看了很多 他可以跟你講很多理由 那你說他不成熟 看起來就成熟 你說他很成熟 有時候又像小孩子 那你要完全尊重嗎 在我們家裡面 我是會有一些家裡的原則跟規範 就是說從小的時候 我基本上 我絕對不會去罵小孩子的成績 當然是家長不會說 你的孩子身體都知道 你不要怎麼罵 那小孩子還是會 但是像我太太以前看到那個 突然聽到說 你怎麼哭到一句問 他就很緊張 但是我就在旁邊 不要隨便吵 小孩子你應該要去了解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講 那我自己本身 會對小孩子規範的是 他的在家裡面的生活的規範 所謂的生活的規範 不一定說你一定要洗碗 一定要把衣服折好 但是基本上的 像對阿公阿媽的理解 對媽媽講話的態度 這個我會很兇 我老爸也曾經 不知道講完一句什麼 這個媽媽屁不清了 還不得了啦 他會很生氣 但是我馬上把他叫過來 說為什麼媽媽這樣 你們當然我認為 彼此之間在那種情境之下 可能會有一點情緒 但是你看過我 我舉一個例子 我說你看過我 對阿公阿媽這樣講話嗎 我是他的朋友 我如果我不高興 或者是對什麼事 我是怎麼樣去講足球 那你如果是這樣 那你應該怎麼樣 你怎麼樣才能夠真正達到過度的 真正達到效益 不然只是兩個情緒不好而已 這個有時候剛好適時的 那對他來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在家庭裡面 這樣的一個是很有主意的 那我很重要的就是 讓子女知道這個小孩 你的做事讓我有信任感 你培養我的信任感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說我們在過去 你跟同學出去 比如說幾點回來 九點回來 十點回來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事 那 我就會很注意 他對自己的承諾 是不是做得到 那做不到我也不會罵他 我說 你說十點回來 今天哪十點回來 是不是在故事間 會有一些落差的地方 他就會去思考 那患者 當然不是只有這樣一個事情 還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那他才就會 獲得爸爸媽媽的幸福 他也會很有成就感 因為爸爸媽媽信任我 那他就會走上 可以我們自己的家裡面的規範 我一般是這樣 利用這樣去讓小孩子 你讓爸爸媽媽對你的信任感的重要性 所以在一般的生活教育裡面 我會這樣做 那 剛剛會長問我 你的兩個小孩也不一樣 子女的特質會不會一樣 我的兩個女兒三歲以前 是我姐姐幫我帶 三歲以後帶她回來再練習 這是一個女兒 然後我在她小學的時候 我問了跟我同事說 奇怪 我這兩個都是模式長大的 為什麼兩個個性會差這麼多 他說 當然也會有差 我說差在哪裡 他說他的成長環境不一樣 我說什麼叫成長環境不一樣 他說一個老大一個老二 真的 老大老二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學期成長不一樣 那男生你是一樣嗎 又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覺得 小孩子他是一個個體 他有先天有後天 那我們能夠培養他的是後天 為什麼我說先天 因為我岳父是一個還蠻有名的一個面向專家 他老二老大都是在三種出生 那時候我們在台北 我出生的時候都會打電話給他 他馬上告訴我 這個 老二出生的時候他馬上告訴我 這個以後個性比較強 那你這個教導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所以我取的名字它是比較緩和的名字 當然你是不是相信這個 因為家裡有這個 所以那也沒有差 那我就因為我這樣的概念 那確實第二個孩子 我這個第二個孩子 是不是老一老大老二的關係 但是老二確實在這一方面是不太一樣的 他是比較強的 真的是比較強的 那包括到進雄女 進雄女這個考試 然後他說同學問他 你真的是賴一文的妹妹嗎 你真的是賴一文的妹妹嗎 他說你怎麼跟他說 他說他就給點頭 我說以後你可以跟同學很大聲地講 是 但是我跟我姊姊不一樣 我是在義詞 我姊姊是我 你不要 我常常跟他講 姊姊是這樣 你是這樣 你走你自己的路 你不要因為他你就會有這種壓力 你走你的路 你走你喜歡的路 所以我一直認為 他是不同的個體 然後很多爸爸媽媽 包括我自己的太太 過去也會把他拿來跟其他人的小孩 那他在哪裡呢 就說那個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 像我老大會說熊中很厲害 熊中有熊中是神 你們不知道熊中是神 這個媽媽可能知道熊中是神 簡歷 簡歷學 那一屆的簡歷學 熊中是神 那個太厲害了 他跟我說他除了厲害之外 還有什麼 他人不錯 他知無不言 他會告訴同學 但是這個是從熊女那邊得到的 但是在熊中裡面我是不曉得 因為那一天我沒有認識熊中 但是我以後可能會知道 再問一下 確實是 我說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教育 為什麼 我說 你看人家這麼厲害 他又一定跟同學分享 所以他在求學的過程當中會有一些好朋友 當然在學校裡面有一些競爭 但是你要把它想 其實你的競爭 特別在熊中 在熊中的競爭 根本不一定是那麼重要 如果學生會很在意成績 唯一的在意成績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環境虧見 但是環境虧見的 如果說以在熊中第一名的 大概環境虧見的所有人要在百分之一 你才能夠推進你的理想的系 不然的話 大概其他的學校 熊中要每一顆都百分之一 當然熊母有 每一個都是百分之一 但是那個挑戰性很高 那我跟大家講 你們的重要的就是 如果說你可以這樣的話 你這一群的程度就會越來越好 你的真正的競爭是在台灣的 這十幾萬人 而不是在熊中熊女的進來 那你重要的是把你的整個程度提升 那另外一個 你把你會的教人家 就我說把他當老師 你會跟教人家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把人家教會 你的已經進階到這裡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盡量不要跟其他的小孩子 如果比的話 不要去比成績或比什麼 可以提供你覺得他的優點怎麼樣 你覺得有正面的學習跟負面的學習 我有時候說 凡是好的 不一定所有的都學好的 壞的你也可以當姐姐 正向的學習跟負向的學習 負向就當經驗 那比小孩 或者是跟其他的人比 像我在舉例 像我特別敏感 因為我小的會敏感這個姐姐 有時候我說 我要拿姐姐來講 不是講她跟你比成績 不是講她的作法 那給你參考 看你覺得好不好 那決定權在你 為什麼 因為責心者是你 我不要辦法幫你做 那是要你願意才有辦法 那再來 子女 子女的教養 很多爸爸媽媽 我看過不少爸爸媽媽意見詞相助 也有了很多 我也一位 在一些行政機關裡面 像剛好說 黃毛水有一些 剛好聊到小孩子的教育 就會說 我們家那個 我們家那個老公 或者是我們家那個太太 我們家那個太太很溺愛小孩 我們家那個老公凶得不得了 那怎麼跟小孩的溝通 那在我的感覺裡面 父母親確實 我們現在的父母要反食 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 以往 這個 我剛剛提到說 我太太 對這個小孩 她反應會很敏感 聽到六十幾分 聽到七十幾分 她在比較小的時候 後來現在大概就不會 這個 到她高中以後 這個 老爸高中以後 大概就不會聽 但是以前我會跟她踩煞車 聽聽就好 先聽一聽 沉澱一下 你不要馬上把它直接完成 她心情 已經有一點壓力 有一點沉重了 你再馬上這樣 對她來講只是 增加負擔 負面而已 沒有這個問題 那 口徑不一致的時候怎麼辦 人家說 趁頭打趁威脅 夫妻 我說我們兩個要朝 房間門關起來再來朝 意見不一樣再來講 對這個小孩子的教育 意見不一樣 兩個講 講好 那覺得有這樣的共識 我們的口氣要一致 不然小孩子會無所自從 然後你們兩個一致 那當然不是在罵小孩 但是你們的想法可能是一致 結果兩個商量 也許是你這個家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當然除非你的另一半完全把它授權給你 他也不會對他有其他的那個 不然的話兩個不同的見諾指向 對他來講 現在的小孩子都是一種家 所以我一直認為 故母要同心 對小孩子的教育 要同心要一致 要朝 兩個朝就好了 朝完之後看怎麼樣做 那這一個是一個動態 我覺得教小孩是一個動態 這個不是完全 就是馬上這樣講就是這樣做 因為你的小孩 他就是什麼 是我們父母就好像 如果說你很關心得了 就很像我們是被導 因為他今天 他隨時間在調整他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那你可能會做一些修正 那你這樣去教育小孩 我自己在平常在 大概是從小學的時候開始 我會注意我剛才講 我自己本身是想像我大概是在 大概是在 他 他常常會去講 會去講 這個人 這個事 他有時候會講到別的同學 或者是 講他 他看到什麼 或者是他發生的一些事情 就像我講 就像我講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 像我大概是在 我們小的在小學的時候 或者是在國中的時候 他會提到說 他的同學可以上網 他的同學可以跟同學出去 那 我為什麼不行 那 他的同學可以做那個事 我為什麼不行 所以 有時候就會碰到這樣的一個正常的問題 包括我們現在高中也會 那 我說 我不是說不行 是 你可以告訴我很清楚 你要去做什麼事 那 你要去哪裡 大概什麼時候會來 那 你自己的安排是怎麼樣 那 這樣的話 爸爸是可以 因為 我希望你是很安全的去做一些事情 那 有時候我會 有時候看報紙或看媒體 我會跟他說 像這個 你看 有這樣的情形 比如說 交通 比如說 網路上的詐騙 那 我不是禁止力玩這些 但是我希望我知道你在做這些 那 我們可以 你有問題也可以跟我討論 相互去做判斷 或者是說我們在家 你如果很生氣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 你該怎麼表達 但是 我 最 我說我不能忍受的就是 你那個 漫無目無目的的 很大聲的去 比如說 對媽媽講話 或者是你很生氣的 很狂的那種講話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那 那 這些是我們的家庭違反 那我們的家庭違反 你要出去 我同意 但是你要告訴我 那 我覺得 這個是 我就很安全 我說 一開始 是這樣嗎 一開始可能會有一些 感覺不是 爸爸媽媽怎麼要求這麼多 但是 像我老爸後來我跟他講說 欸 你跟那些同學去 你們要去哪裡 我載你們去 我就把你丟在那裡 我完全不管你 你告訴我幾點 我再去載你 順便把你的同學 但是你同學要告訴他爸爸媽媽 什麼時候都要回來 什麼時候在哪裡接 這個是最基本的 爸爸媽媽我放心 你們也關了 很累 那一次 兩次 那就上回到 就是這樣 他也知道 欸 你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 我在家裡面 我家裡有我們的規範 但是這在無形中 他就會知道 爸爸媽媽是這個 但是每一個家不太一樣 我覺得 也許大家這一個部分可以思考一下 再來 小孩的生活圈裡面 在學校 在家庭 在他可能接觸的補學班的朋友 這個是很平常的 他在家裡面 也許他會去講 他的同學怎麼樣 他的這個怎麼樣 可能在這座的家長 也許你們會覺得不可思議 我曾經我的小孩告訴我 他有一個同學高三 在做家教 去當家教 高三當家教 但是爸爸媽媽不知道 這個是 這個是 我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很離譜的一件事情 真的爸爸媽媽不知道 然後呢 還有他說 有同學是 那個 在兩點一兩點 爸爸媽媽睡覺的時候 會爬起來打電動 或者是躲在棉被裡面 用手機打這個 那 我會很驚訝 開玩笑的時候 你有沒有 他說怎麼會有 我怎麼會告訴你 確實 但是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平常的時候 平常的時候 他在跟我講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不會去 去否定他的朋友 他好的朋友 他常常 像回來 他會講他的同學怎麼樣 那個同學家裡面 都是每個暑假都出國的 那他同學有這個智慧型手機 那個同學 這個要去什麼地方都OK的 但是 但是他沒有 不一定會去講到自己 但是我 我會聽 我會聽 但是我不會直接去 去訪問他 我也不會去說 我們怎麼樣 我會聽 所以無形中 我過去曾經碰到一個家長的時候 他跟他小孩真的是 已經變成很難溝通 為什麼 因為他每次講什麼 他小孩就是反抗 他小孩就是不舒服 就真的是進入所謂的叛逆期 那 這個該怎麼辦 所以也許你過去曾經 對他有很多的要求 或者是說你過去講了很多 他也不喜歡聽的話 那你們之間的那種橋樑 不信任感可能是比較高 我說我也不是教育專家 我不能給你一套理論 但是我告訴你 我是這樣做 我聽 我多聽 聽他講他的同學 聽他講他的事情 然後你適時的回饋 有時候跟他站在一線裡 有時候讓他去反思 這樣好不好 比如說我的小孩過去曾經告訴我 當然這不是在高中階段 在小孩的階段 我跟小孩告訴我 他說他有一個同學他們非常討厭他 他來的身體都很臭 身體都臭得要命 那個捍衛 我說為什麼他身體會這樣 他沒有人照顧嗎 他說因為他每天早上都要洗衣服 要幫爸爸打胰島樹 所以那是一個很家庭 爸爸生病的家庭 我說這樣的小孩 他會不會很辛苦 我就問他 會不會很辛苦 他說會 我說為什麼辛苦 他說他每天早上要洗衣服 每天爸爸做了很多的這些事情 才能夠匆匆幫忙到學校 我說老師怎麼樣 老師都很理喻他 老師其他東西遲到不行 他就可以遲到 我說那你呢 你早上呢 他說我早上丟起來整理一下 那我媽媽就會把早餐準備好 那我看要在這邊吃還帶去學校吃這樣 我說那你們兩個有什麼差別 一個要做事一個不用做事 我說那你同學怎麼看這個同學 他說他們都覺得他很臭 不喜歡跟他在一起 我說你如果是覺得他真的是這個 這樣的做法非常值得你 你去尊敬他 去愛護這個同學 你應該告訴其他的同學 他真的很興奮 他真的是很特別的一個小孩 我們要更幫助他 後來我再問 他告訴我 他們這樣對他 幾個同學對他 欸 確實你講不 我說真的就對 你要去聊 你要看到一個人這樣 你要去了解原因 那後來我發覺 從這個之後他 平常我在聽 你不會直接去跟他 部門律人可能會講說 你怎麼這樣 人家很辛苦 你要愛護他才對啊 你怎麼會這樣去 你們怎麼會對這樣 會對他 他用著那種彼似的也不看他 有些問我是可能會這樣 但是我會去聽 我會去聽 他聽 然後他就會願意告訴你 他會把學校的事情告訴你 可能在座的爸爸媽媽 你有這樣的改天 你比如說小孩子 只跟媽媽講 不跟爸爸講 我們家的老爸是 他覺得 他以前話是這樣 我跟爸爸講過之後 他不會跟媽媽講 跟媽媽講過 我不會跟爸爸講 他說為什麼 你們兩個溝通很好 我跟你講就會跟他講 他覺得說 他在跟你講 他浪費太多時間 但是在高中的時候 他課業 他覺得他們忙的時候 然後他有時候說 媽媽不跟你講 我說媽媽講什麼 所以這個有時候小孩子 你會覺得他有他的想法 但是他的想法好像感覺也沒有錯 但是現在越大一點他又不會 他有些就會講 所以這個就是 你無形中聽 你就可以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好處是什麼 你可以知道他交那些朋友 他這些朋友的特質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這樣的話 他可能是什麼樣的個性 那他在這些朋友裡面的判斷 我們家的老爸 他現在從台北回來 他說今天下午跟這兩位高中同學在一起 明天跟這兩位 後天跟這兩位 我跟他說你們不是集合起來 七位會比較好嗎 那不是可以聊得很多嗎 為什麼散步這樣 他說我也不曉得 可能不同掛的吧 我說那你是所有的都好是不是 他說對啊 人家找我或者我找人家 人家都說好 欸 我心裡想說 如果是這樣 表示這個特質還不錯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他會講好的也會講不好的 在這個裡面 你知道他的接觸的人 你知道他是什麼樣的朋友 那你也可以了解 你的小孩可能是怎樣 那在這裡面可能也有不同差異的人 那他會去提他的想法 那我就會聽他對這個人的判斷是怎麼樣 那我會更加對我的信心 對他的信任感 因為他真的是有判斷 那有些地方 我聽他講了之後 我就問他 你的感覺怎麼樣 他媽媽說 其實這個 我的內心我不是很喜歡這樣 我覺得那個是 這樣做事不太對 那我覺得 你的小孩一直在成長 所以我很喜歡聽小孩講話 所以我一直有要求 那時候補習回家吃飯的機率很低 一直回家吃飯 如果大家可能會覺得帶爸爸很特別 我是偶爾會像假日 如果小孩會在 如果我在 我特別會下足做飯 我會想他要吃什麼 我會做 所以他每次會兒 都爸爸做的東西 雖然是很簡單 但是他覺得很好吃 然後他很喜歡帶我的便當 所以我會特別 像回家9點多10點多 我隨便弄一個面 幫他帶 零件中物幫他帶走 他很喜歡 那這個就是 無形中他對你 這個爸爸有幫我講 然後他就很願意告訴你 那我們是希望 有比較多的時間 當然過去了 大概一個禮拜會 我會有一天或兩天大家一起吃飯 大家一起吃飯 大家一起吃飯 我覺得他就會講他的一些事情 那我會聽 那我就會知道 他講他的同學 他講他的課業 他講他的什麼 反正都然幾點了 那我就會了解他 了解我的小孩 那在中間 有什麼 比如說 我那時候也發覺我的小的 在小時候 他為什麼每次都講到說 那個同學去 他們家可以這樣 他們家都去旅遊 然後他的那個特質 我覺得在改變 有點在盼意 在三四年級之後 我就問我的太太 因為我太太也在我們學校教書 我們小時候沒有上安靜班 我說你四點的時候 你就去把他帶回家 就跟著媽媽散步的話 這樣也不錯 散步走回家 但是有一段時間他沒有開 他想說那麼近 只有十分鐘他走回家就好 結果他可能就走三十分鐘 為什麼 跟同學進了7分 跟同學進了那個書店 看你家 你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媽媽講話 他就哭泣了 我發覺不多 為什麼 我就問他 你的朋友 所以在小學的時候 我發現 很快就發現 我要求 因為有時候我比較忙 我說你如果真的沒辦法帶 那我去帶 你要告訴我 就是在那個階段 你會及時發現 不然你的小孩可能就有些想法 所以我認為像在這個地方 也許 你再做了各位 像他的 比如說 未來的方向 他要念的領域 他可能會講 像我們家 說要念物理 念化學的 我會跟他講 還念物理 念化學的 物理以後做什麼事情 化學以後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也去參加 什麼地球科學營 參加回來 就說 以後這個領域我絕對不走 然後叉叉 我說很好 那你自己選擇了 這個化學 參加了化學競賽 回來 成績不滿意 說 化學還算 我說 他媽媽講的醫學 我跟他開玩笑 他說 為什麼 成績好教練醫學 為什麼同學這樣講 為什麼家長也這樣講 為什麼你們也這樣講 我說我沒有這樣講 你自己選擇了就好 那後來都不講 他就選這個 但是你默默在看 他好像在選這個 當然 我們家也期待說 你如果可以走這個也不錯 我也期待他走這個 那大學的我問他 你當初誰叫你選擇 是爸爸叫你選擇 他跟我搖頭 不是 我說是你自己選擇 他說對 所以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我剛剛有提到 就有關這一些的部分 從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 每個接觸的小孩不一樣 他在接觸的裡面 他會有一些 他碰到 我剛剛講 家裡經濟真的很好 我看過 那個每個學期一定要出國去玩的 有啊 這個三年出去一次的有啊 買的都是名牌鞋子的有啊 但是經濟條件比較弱勢的有啊 那你的小孩的這個價值觀 我覺得這個每個家庭不一樣 那現在特別像 特別像什麼 聽小孩子在講 像我們聽小孩子在講 真的啊 那同學裡面有很 像在大學內書有很好的啊 幾乎 這個上餐館的比例很高啊 一餐 那個一般的簡餐火鍋三四百塊 他們常常在吃啊 有這樣的同學 那經濟條件好 我相信這個絕對很多人負擔得起 但是像以我的家 我不是這樣 我是一個很單純的薪水條件 也沒有橫財我可以給他 所以在我的觀念裡面 你就是 我可以給你的就是 你在這個學校的知識 那未來你完全要是你自己 所以我從小學我就開始訓練他有用錢的習慣 像 我以前是這樣 這個一天 比如說 一天給你 小學開始一天給你二十塊 你自己算 跟爸爸請你 一個禮拜兩個 你一個禮拜一次也好 兩個禮拜一次也好 一個月一次也好 一個月一次也好 那我就給你這樣 但是其他的費用就是我幫你做 那他時間到了 那個老大算得多清楚 爸爸兩千零四十塊 我已經三個月沒拿給你了 那我讓掏 如果有的就掏給他 掏給他 那我也在觀察他拿了這兩天零四十塊 幹什麼 他就會把他存存寫在一起 他記得結論 然後就拿給媽媽說 媽媽你幫我去存一下 我其實很高興 我這一招有用 那我也自己 這個 也許媽媽媽在這樣說 我們家那個 從小學開始 考試 因為給他激勵 他考試 如果班上第一名是多少 前三名是多少 全校前三名是多少 那這個是多少 我給你 我們老大領最多 班上第一名 在全校前三名 那個是多少 所以他從我這邊領的獎金 我給他算一算 可能就超過二十萬 但是他都存錢 我很高興 那我就是在看他用錢的習慣 因為我想讓他鼓勵 那現在我怎麼給他 媽媽說一個月給他 比如說現在在台北 一個月給他五千塊 給他六千塊 是不是給他這樣子 對 就覺得生活夠夠嘛 其他就我負這樣 但是我會來想一想 後來我就問女朋友說 爸爸這樣子好了 爸爸一學期給你五萬塊 一學期給你五萬塊 然後呢 一學期五萬塊 然後你的車資 我幫你搓 那是額外 你有特別買書 我幫你搓 然後呢 我給你一張提款卡 從馬不在我這裡 不過我再把你搓進去 然後呢 多的是你的 剩下的就是你的 這個表演跟爸爸媽媽的 因為我從馬不在這裡 我是隨時可以刷 看他怎麼用錢的狀況 那到目前 我是很滿意的 因為他每學期大概會可以 升到一萬多塊 但是交通那時候特別的是我 我覺得他是省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特別開學的時候 會畫比較多 那我就很放心 這用錢有概念 這個也符合我的需求 因為這樣的話以後你自己尊傑之初 那我家小的我現在也是這樣用 那以前我太太是每個月希望都給他做了 我說不要 這個不要 我的小孩就是目標管理 那就是也考慮小孩 讓他自己去做判斷 那到目前 每學期結束 我就會告訴他 你這學期剩下多少 我會把你存錢 那是你 以後就是留著你 那我在這學期 我再把你加進去多少 讓你去用 這個 曾經在國中的時候 他們也有一次 我不曉得那次真的 可能對他們兩個 我小孩很大的衝擊 我會送他們 比如說同學要去玩 比如說去百貨公司 我就把他載他到百貨公司去 那他以前就 到百貨公司去 如果午餐吃飯 或晚餐吃飯是爸爸媽媽付錢 所以他吃什麼都可以 爸爸媽媽都可以付錢 那一次是他跟他同學走去 然後剛好吃飯的地方 就在旁邊 那他想說 爸爸媽媽也在這裡 那應該是爸爸媽媽出去 他們兩個就點那個 火鍋三百多塊 四百塊 我點了很高興 我兩個吃了很高興 那我也不講 回到家 我跟他說 今天是你們自己出去 爸爸以前給你的 自己出去就是 一餐一百塊最多 其他的三百多塊 自己拿出來 我聽他們兩個躲在房間裡說 哇 大思學 大思學 我那時候真的很高興 這個真的有痛到 他知道用錢的方法 他痛到 所以 在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這個部分 我的教養的模式 這個在用錢的管理 我是這樣的 那他在用錢我就會信任 那這個部分 那以後 希望他能夠追結 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那 剛提到的這個 民航 我也很注意 我姐姐的小孩 國中念私立學校 那個是有錢人念的學校 但是我姐姐不是很有錢 他小孩念大學的時候 他可以去買那個 Nike的紀念寫 那個 用盒子裝起來 那個編號還有編號的 一雙 在將近十年前 一雙大概六七千塊 那我就問我姐 你怎麼知道有錢 你兒子去買 他告訴我不是 我也一個月給他多少而已 他就可以每天知道 後面就去買 我也沒辦法 他走 這個就是 這個也是我一個案例 我再舉這個例子給我小孩聽 爸爸對這個是 我就問他這個好嗎 他們兩個很注意吃的東西 他說 吃胖應該是非常不好 我說對啊 從健康來講很難 但是買那個鞋子 但是每個小孩又不一樣 因為那個喜歡 我說你真的喜歡這樣子嗎 他說也不需要這樣子 因為那個是用來穿的 然後有 我說對啊 用來穿的 你穿的這樣子 他說應該差不多吧 這個 那種感覺就是走路而已 乾淨就好了 我就很高興 這個跟我的想法又不一樣 這是我家的模式 每個家模式不一樣 這個好像有一點奸詐 就套著我的模式走 但是這個是我家的不一樣 我剛說 小時候在叛逆期的時候 曾經跟我提到 我把他定為為叛逆期了 他跟我說 那個同學每個學生都可以出去玩 都去哪裡 去美國 去哪裡 我說真好 我跟他說是不是真好 我說那你可以當他的小孩 你可以問他爸爸有沒有缺的單女 我說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你們不同階段 比如說他國中 像兩年前的國中我說 爸爸最容忍的就是 把褲帶勒緊一點 帶你們出國去玩 你們選一個 歐洲選一個地方 或得挺一點 讓你們就玩 要帶你去 就是那時候一個一個 活動畢業 一個活動畢業 帶他去玩 我說我能夠做到是類似像這樣 那你算算看我們花了多少錢 因為我同事會來跟我說 你燒掉一台車 我說對 不是很好的車 普通的車 適合一家適合 你燒 你燒掉幾十萬 歐洲 德國 因為我說 我幫你找的地點是不錯的地點 我希望你們有記憶 這個不錯 你當然很回憶 然後我的家是這樣 我說你如果要當那個甘女兒 我那時候又跟他開玩笑 當那個甘女兒可以 但是我這邊也有很多人 要當我的甘女兒 因為弱勢的很多 你比你們班 比你們看 你們班可以修國的 可能只有四分之三分之一 但是我覺得很好 但是我也可以找很多甘女兒 他會覺得 我說那你同學家 那個有沒有什麼 你不喜歡的 他說有一些也是 他說在這邊好不好 其實也不錯 對啊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我很高興 這個 我去年生日 我女兒幫我做了一個 Ctm專輯做給我很漂亮 裡面我說你的電腦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 當大 他把他過去的跟我拍照的去補完的到哪裡 他把他做一個大概十幾分鐘的影片 讓我看 我看真的是很感動 我不曉得誰給他這個ide 我說這個不愧是爸爸的 當然要事實的給他肯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家 我們家的 我們家是這樣的環境 那你生長在這個家 我希望你是這樣的環境 成長長大 這個剛剛我前面提到 如果說你願意到 他願意到家裡面 在家裡談一些事情 他會談他的同學 談他的朋友 也會談他的老師 在座的爸爸媽媽有沒有人當老師 有當老師這個時間 今天可以在這裡也不錯 那當然我相信一定有 一定有 那我去當學生的時候 我前幾天在當學生 來上課的是 我們這個環境教育很奇怪 來上課的是 是我們的另外一個老師 我們另外一個老師說 今天戴老師坐在這裡 我都講不下去了 我跟他說你不要怕 你忽略我的存在 你就隨便你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跟其他的學生一模一樣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問你們 你們從小學到一直念到高中 小學跟高中 小學、國中、高中老師 都是私外體系畢業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環境教育法 它裡面的規範 就是要一些學教育的東西到裡面 你一般的人是不行 所以我們 我博士是在台大面 我台大的教授 我去跟他開會的時候 他跟我說 我們那個學生怎麼搞的 我們那個學生怎麼搞的 那個學生就是現在黃毛署的副署長 他的學生 聽了這什麼環境教育法 我也都要去上課 台大教授都要去上課 他說幹什麼啊 我說那沒辦法啊 因為你沒有學過教育 因為這樣我的同事就講 你從小學、國中一直到高中 你覺得有多少老師教得好 那就問我們 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大家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 你從國中 小學、國中、高中 教得好的老師 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的 請舉手 喔不錯百分之五十 再來 超過百分之三十的請舉手 好的老師 喔欸還蠻高的 那超過百分之十的請舉手 那百分 剛剛超過百分之五十就算了 那其他呢 其他是第百分之十 所以我那個同事得到一個結論 這些示範體系的幹什麼 定這些根本不能教啊 他把我們都教不好 我們小時候就是這樣成長 當然這個是玩笑話 因為那個教書跟 我覺得是 你學習的 跟你學習的動機 跟你學習的動機 跟二十跟希望有關係 所以他提到這個 我那時候有很深的感觸 老大在國二的時候 有一次回來哭 很大聲的哭 很難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念三領國小 那我們家旁邊那個大 抱歉 這個如何做大 我們家旁邊的國中 應該是不太適合念 因為考上熊中熊裡 英靈大概一個或兩個 我想說進到這個學校 那會比較明顯 那怎麼辦呢 不然送到市區來 花區只能念市區學校 不然就考資約班考考考看 我後來問了一下 六年級的人問了 考資約班需要 需要念國一的東西 這個鳳西 鳳山 武甲 這幾個學校 還要補習 我去問補習班 你那個十天的衝刺班 我們可不可以參加 他說十天一萬塊 我說沒關係 一天一千塊 十天一萬塊 我說我教 他後來跟我說 你們都沒有上過課 這個絕對考不上 我們不收這個樣的學生 但是他去考就考上了 然後進到國中 特別的就是 那個數學老師說教得比較深 所以有時候會問 你們這個懂不懂 他出很難的題目 那個男生喔 不不不一下就算出來了 賴一文每次 因為他用比較含蓄的 在以前比較含蓄 他是除非很肯定他不會講 但是他說那個題目做得真的很難 他沒有辦法馬上課長看就好 老師都覺得他 是不是比較高傲 因為他可能是 有時候會第一 他覺得這比較高傲 都不講 就把他臭罵一頓 把他臭罵一頓 他會來哭 他說你是不是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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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是當下訓練的時候很傷心 我是很傷心 因為為什麼 我說老師以前有沒有曾經跟你提過 他說沒有 他都沒有 我說學教育怎麼可以這樣 如果說我對這個小孩有期許或者是不對 我應該先告訴你一下 那你還不改 有時候可能會罵 我後來想了一下 我想說這個該怎麼辦 萬一同時他討厭數學那我就照高了 因為他國一 我一開始很多人就跟他講 女生數學一直到國三到高中一定比男生差很多 我心裡想說這下子真的會差很多 因為如果在教室 因為他那時候又沒有補習 他不想學就完蛋了 我大概也成年了一天 我就想說我就問他 導師教得好不好 他說還不錯啊 我說他專業不錯啊 他說對 我說那如果就這件事情的環境呢 他說我很難過 我說爸爸也會這樣覺得 如果就老師的教育 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好 他應該經過怎麼樣 你如果他跟你講 你都還是這樣 那你當然該罵 但是你不是這樣 他應該要教育你 或者是了解你之後才來跟你講 我說那你接下來怎麼辦 他說進教室可能會有一點點心裡不太舒服 我就跟他講說你可不可以這樣 你去教室學他的專業 但是呢這個老師這一問這樣的特質 你不認為他是對的 你心裡的感覺他不一定是對的 如果說你可以這樣 你的層次可能比這個老師還高 以後你的這種 我們的心胸或者說你的EQ比這個還高 我說你可不可以這樣試試看 他後來想一下說好 那這個是後來我偶爾還會再問他一下 確實他接受這樣的感覺 到現在有時候我都還跟他講 那時候是這樣 如果說你那時候放棄了 今天他真的是對數學就 可能就不一樣了 那是一件很 我們都有可能會碰到 你有可能也是老師也可能會碰到 但是我相信 其實我們兩個的小孩 我問了他的老師 很多都很不錯 很多都很不錯 那後來之後再有一段時間 我也去找一下老師 我問一下 就是雞雞腳的時候順便問一下 說我的小孩是不是怎麼樣 他跟我說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也很淡淡的跟老師說 我的小孩是比較屬於比較穩定的 他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 他可能不太敢講 這個可能需要有點啟發 那當然後來他還蠻順的 他就願意去學習 我的這種 如果在這種情境之下 你小孩願意跟你親 願意跟你談 你就會了解到這個問題 你就會知道 包括同學 包括朋友 包括他的老師裡面是什麼 我們有時候很怕 確實因為那個真的是 特質是不一樣的 當然後來到熊中 不是到熊 到熊女 我後來發現很多老師都很不錯 很多老師都很不錯 像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說你碰到的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就知道了 可能來自老師 來自同學 來自朋友 那我們的建議是什麼 我覺得像我的做法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會聽 但聽了之後我沉澱一下 我想一下 然後再看看他什麼樣的做法 然後用在比較和緩的去跟他談 因為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講一講去的刷 我們重要的是他能夠接受 他能夠接受 那剛剛提到的 這個可能在座的家長 所以很關心的 因為你們的小孩應該比較不會有這種情形 就是說他比較特別的行為 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就是 在老大國中的時候 老大國中 不一定是全部第一名 但是他 有一個男生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那我就問他說 這個男生這麼厲害 是真的很聰明還是他很用功 他說他真的很聰明 我說用功呢 他說 他說 他晚上 爸爸媽媽睡覺的時候 他會爬起來 打電動 我說 那會不會比較危險 現在國中 這個機率還可以 因為你科學年壓力沒這麼重 但是到高中 可能就會 壓力比較重的時候 你的時間比較少 一定就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確實是很明顯 這個小孩當然也進到這裡來 也進到熊中來 但是後來他確實是掉下來 但是我不曉得說 後來有沒有繼續做這樣的動作 那我常常 偶偶在跟小孩在聊的時候 我說 聽你們這樣在講 我得到一個結論 我說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所有的事情 應該都是爸爸媽媽是最後一個知道 最後兩個知道 大部分都是同學先知道 那同學會說你不要告訴人家 我告訴你不要告訴人家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還已經告訴人家了 那 確實在有一部分的小孩裡面 會有這種情形 因為父母真的是 如果說我們很關心我們的小孩 那他有一些比較 比較看起來不太尋常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霧面有一些解決性 但是解決性你不要直接馬上去問他 你馬上問他有時候他會很反感 或者是有時候 蹬到的時候 我想覺得他可能會很成績 那你可以了解一下 確實是不是有 那有 你看用什麼的方法 用什麼的方法去 不知不覺 以前我太太的製造教授 我覺得在政府機構當的還蠻大的官 他說他的小孩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醫生 他說 他過去看很清楚 他在小孩 在念書的時候常常拿辦話書來偷看 他說知道他在偷看麻煩書 但是他也不想去打斷他 因為他覺得他在某一些地方 他還可以忍住 因為那個地方在調劑 他是很短的時間 像我太太會 像我們家比較小的這個小孩 他回來他是很悠閒 他回來會坐在餐桌 翹著二郎腿 然後冰箱裡面這個拿出來吃一下 那個拿出來吃一下 然後呢 上去讀書一下 他又下來拿來吃一下 那我太太說 欸欸欸 你也差不多勒 有時候看他這樣一天回來 洗個澡洗個一個多小時 吃東西 花了 這我不知道 你這樣想是不是會有 我說 有時候你要怎麼樣 現在這個孩子 我說你沒有當過高中生嗎 如果是這樣只有學校補習 不是像我們以前 在鄉下你還可以到處跑 說真的他是很枯燥 很辛苦 我們自己耶穌試著這樣 你會感覺 我說 以前我 我住像這樣 我爸爸媽媽都做不到錢 十點九點五 我那時候七點五就 萬一都會睡 有一幾個天 我就帶他高中 齁你帶他爸爸媽媽又不睡 你也帶他爬下去了 我那時候是我們同學都十點才掉 我練習高中 他九點都會趕我去睡覺 好吧 睡覺也不錯了 就睡了 那爸爸媽媽是這樣 我說真的是 念書是辛苦的 我說他 這種是他放鬆 依靜 他很悠閒 他享受 他調適一下心情 調適一下時間 你不能接受嗎 我說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頻率很高 時間很長 我當然會看 會跟他開玩笑一下 欸 那個效率感受 笑笑跟他講 笑笑跟他講 他就會知道 你如果說你有這樣 一直有 彼此互動的這樣 他一聽就知道 那他也不會不舒服 但是媽媽每次這樣講 他就 背著就 跑上去了 跑上去就 門 碰 我就跟他說 他說 我跟他都不會碰 他都不會碰 我說奇怪 只有我 因為我爸媽最近身體比較不舒服 有時候我們兩個一定 一個 回家一個一定在高雄 會互換 我說奇怪 我在的時候他都很高興 他每次跟我講一講都笑嘻嘻的 說心情很好 那跟你說怎麼會變 當然這個是一個比較誇張的講法 你要體諒 他有這樣的嗜好 他沒有其他的嗜好 你連吃東西的嗜好 都把他剝奪了 他真的是 會很可憐的 所以他某一些有些嗜好 你只要認為短暫的時間許可 我覺得你應該要給他 就像說達到我倒是覺得 他真的是給自己的壓力太大 我知道他有這個能力 他也想要往前衝 我是配合他的 我會載他的 然後熊羽5點20下課 他都叫我六點去載他 我就很訝異 你5點20叫我六點去 去給你載三億十 還叫我悲情給你 我後來送你女兒子 我這個老大 給他自己的壓力太大 因為他什麼 他提醒的時間 我家到 從小到我家大概二十幾分鐘 他在車上吃飯 把他吃飽 回家休息一下 回家弄一下 他就不會浪費吃飯的時間 這讓我非常訝異 所以我一直在叫他玩一下 吃飯不要這麼急 可是他說媽媽去吃飯 拿一本書 我說你是 你是要給爸爸出名的 來爸爸的小孩這樣好 拿一本書 拿一本書 來和那個廚師家來吃 拿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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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要給他 這個壓力太大 我說這反而你如果 靠到第一次院 我也不知道 這不是要給他三億 跟他開玩笑 但是我的目的是希望他 他不要給自己 他已經夠壓力過大 那你怎麼去給他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當然啦 有一些小孩 有一些我們的子女 他已經夠放鬆了 所以你就不一定要給他放鬆 但是有時候壓力給他 帶太大的時候 我覺得你還是要給他一個調適 這個 這個 為他的出動 健康是很重要的 所以父母的 該提供的資源 我等一下後面 我的感受是這樣 那 接下來 你心目中的理想大學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這個攸關他的高中生活的規劃 在我老大裡面 他可能想 他是要很好的學校 那老二當然也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我常常跟他講 盡力就好 發揮你的潛力這樣 到哪裡就到哪裡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因為真正從大學出來的時候 那是又另外一種程度 那是不一樣的 那 我們的家長的目標呢 你今天是台大練習系 台大醫學系 或者是醫學系 大家知道 你如果醫學系 或前面幾個老人學系 你在學測的時候 可能這樣 以今年來講 可能你大概72 72、73、74 你要練醫學系 都有機會 但是有時候比較 稍微簡單一點 大概要73 但是你如果念好的 像電機系 材料系好的學校 他可能也大概都是要70幾 在座的可能很多家長都很清楚 像我們的 我的同事的小孩 熊中健人畢業 他是73 他是國文13 因為他們中間有半年到美國去 回來也跟我提到國文比較弱 該怎麼去 那當然73跟75 其實你對他來講 像我同事也有很清楚的認知 所以說 我自己同意知道 你73 台大電機 新大電機 陳大電機 其實就我來講 你如果說畢業 有什麼樣的差別 最重要的是後面 你要往怎麼樣走 當然他也上還不錯的 上台大去 還蠻好的 不是電機系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覺得很重要的 他會影響他的生活 你哪去 在座的可能有很多的家長 你們小孩今天可能已經上了醫學系 就像我自己老大一樣 他上了醫學系 他當初考75的時候 去台大口試 我說我去了 大概家長也像這樣子 那一年可以去台大口試的 剛好一百個 兩年前他入行二十個 那跟家長聊了之後 才知道 這裡面有那麼多 對小孩這麼關心 那也很多 很清楚的 那是醫生的小孩很多 那我說 我要進去口試 唯一只能講的是 阿媽過去生病而已 他不是很清楚 我們也很注意他的健康 我們知道阿比他內向性 他要去口試 要去歧視 很不巧 明天要口試 明天要口試 我們今天要拜 跟他一起去 先去 因為隔壁大倒下去 他開始說他喉嚨了 我說趕快去看醫生 到台裡晚上 下光沒出來 隔天一大早要出門 他說他快暈倒 他真的是那個 緊張 緊張 他要進去試試 我們跟他拍拍間 那就進去 我換了一天出來 他要有兩個 化學跟生物的實作 他要實作 對 那一整天還發握口試 他出来就问他问了一首 他说 他就不太想讲 摇头 然后他说 问了这样 再继续问下去 我这样打 再继续问下去 再继续问下去 我觉得应该结束了 再继续问 有两个 我是讲好了 我说应该不错吧 我应该想说 应该是你打得不错 他想说 继续把你问下去 你到底多厉害 但是我后来心里想 如果自己当老师 我说我参考是 这种学生 就有一种是讲的 有一种是什么 他什么都不会 然后要 中文问一点你会的 有好 从高累回来 还臭了一个脸 好像重大的打击 要瞧不瞧这时候 阿嬷打电话来了 怎么样 我也不敢说 后面还有好 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件 我怕他因为这样臭的 但是还不错 回来的时候 他会去可能有些地方 有想到爸爸不去冷静 因为先前我跟他说 该练习一下 我帮你问一些问题 但是问的时候 我就会有点解疤 会有点不顺 当然我会医学领域 我也没办法 问医学领域的东西 但是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 他是一个会思考的人 他觉得他是重大的错诊 他回来的时候 我在问他的时候 他就很认真 因为后面 海担阿婆 阿比阿姬 因为我当初 我说 不要那么压力那么大 爸爸帮你抱怨给学校 不要紧张 因为我那时候说 只要你医学系的 你把他填满 你六个 我看你压力这么大 我必须用你指考 念了你这里面最不喜欢的 你认为里面 这六个里面拍下来 最后一个 我是没有跟他讲 到时候我一定跟他修行念 但是呢 他就接下来 很愿意 很认真的去讨论 他变了 我变了那个表达 我想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很冲击之后 有压力之后 我前几天才听到 这个还有一点 医学的科学依据 我们说小孩子很松 包括我们是大人一样 你没有失度 一点点压力的话 一点点压力你会比较进步 这个有科学依据说 肾脏腺素会分泌比较多一点 有助于学习 注意力会集中 那后来他在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所以妈妈就 阳明的时候看到他就会笑 中午出来的时候他会笑 因为下午的时候只剩 那个PBL 他会笑 我说这个还好 那我们那时候 一直认为台大他完全没机会 因为他那时候可能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突发的状况 他身体会变怎样 他过去那可能也是压力 那又加上他的流感 让他整个再吃药下去就差不多了 那我心里想说 如果阳明他应该是一业还不错的学校 陈大也OK 那我即使觉得私立学我帮他报了北一 长庚跟高一 我心里说你很好 你如果念高一 最新的医生在那里 你当他的学妹也不错了 那后来很幸运了 前期他考上了 那我后来觉得他考上了是很重要的事 他过去的底子不错 就是说在做法学史做跟生物史做的时候 那个分数还跟同彩比起来很高的 口是不好 口是确实不好 所以跟我一起的一样 他是属于 不是那种很厉害要追根救你 是前面一定会问到说这个你会不会 那时候我很不敢跟他讲 因为他说为什么 他问了一个 为什么那个很多落后国家 有一些比较低阶的国家 这个经济水准比较差的国家 人会有些会比较怕 问他为什么会比较怕 可能有些同学 有些爸爸妈妈知道 但是当下他缓令 他讲了一些 但是没有讲到不是重点 那在问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应该是这个 他出来讲 但是我也不敢讲答案是什么 那我相信这个可能在 在那个缓令的时候没有那么谎 那我刚刚提到的家长的目标 你如果是属于都要73 74都在很前面的 你希望你的脚也可以这样子 这个也许你确实在高中要花一些时间 因为学测 这个高三的就知道 学测你真正九月进高中 到一月去学测 其实只有两年四个多月而已 考试考是两年四个月 你时间有限 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你要做什么 你如果是要 我就是要顶尖的心 你小孩有这种异化 那你可能在时间的调配 娱乐的调配或社团的活动 是可以 但是可能就要斟酌了 但是我当下 本来我们国中的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小孩 如果说一个国立大学就好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目标 我觉得他高中可以过得算比较happy 就是有一些活动 寒暑就还可以去参加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点尖 因为为什么 这个台湾我觉得这个是变相的 教育的进度 因为所有人 因为小孩子少 大家都请权力的资源给小孩 在座的爸爸妈妈 你的小孩英文程度应该都很好的 对不对 在小学国中应该都算蛮好的英文 他国中的时候他应该是高中的程度 他现在高中一定是大学的程度 你可能如果有去考全比例 你可能都是中级 maybe都中级以上 有些还中高级 甚至有些人还是高级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投入多少时间 光 我后来为什么会很压抑 我看到那个古希巴 是很恐怖的 那个古希巴一下课 就后来我们同学跟我们的那个 开始小孩念国高中的时候去问 哪一个上国文哪一个上哪里 当然我跟小孩讨论过要不要古希 就看了一下哇不得了 我那一文我老太要念国中毕业要念高中的时候 我曾经去普希巴 也许大家有听过 就问了一下 还知道有那个什么 那个同行爸爸 他们那一群 凤希一合 高三的时候已经上过数学高一 不知道高一啊高一 上到哪里去了 我那时候吓一跳啊怎么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样的 哇那很恐怖的 我说哇那这样怎么念 那去实啦 那个 武希班主任就讲秘密 你有多少时间 你算一下 你如果要念顶尖 我心里想说我小孩是不是可以念顶尖 我不晓得 那他要不要 他如果是要 那父母亲你要提供的资源就不一样 因为你会有十层的压力 这个我觉得每一个家庭不太一样 你如果说 国立大学一般的科系国立大学就可以了 那你的高中的调配是不太一样 那再来 我觉得再怎么样的小孩 特别是认真的小孩 他一定会有一些在读书上的需求 你这个小孩是顶尖的 或者是中上 或者是中等 你是要完全知足 完全尊重 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会不会有低潮气 就我只要我的小孩有低潮气 只要他是属于 在座妈妈妈你在这边 你的小孩一定属于受理关心 他是属于在同在比起来 应该他是算是比较认真 他一定会有低潮 他一定有心情不好 那你怎么办 我有时候说我小孩跟我谈一谈说 他会很高兴 因为有些地方我会正向思考 像早上他打我的车上学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家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的 因为我以前他看到我的小孩 那时候在我学校的幼稚园 他说好好地认识 他就说你这女儿好好地认识 他说弟友 到大学 女儿到大学都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说我的感受时光是 但是儿子我只带到国中而已 他都不知道我 大学我在中央大学当教授 他后来退休到我学校 他说他很幸运 因为他女儿念高师大 他念大学的时候他还载他上学 他说他就是跟他女儿了解 他觉得那种感觉非常好 他说你要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那我心里想起我道理 然后我以前有一个老一辈的 现在我们差不多七十岁了 那时候跟他们讲 他看到我那个幼稚园 他说一棵树要长得好 一开始一定要用圆点篮子或支架把他撑着 然后到上面去之后 他稳定了让他自己发威 那在下面你一定要去撑他 不然他会忽然用中老西玩 他说小孩就像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问他 因为我碰过他的小孩 那时候那个小孩念大学 很难得我让我的感受 让我小孩的感觉这么好 我说你怎么教他 他说因为他的小孩念健庄 他忍在家一 我说你小孩怎么教你 这东西管不到 他说那时候他妈妈在台北 但是我们很清楚 在中学阶段 就是树木底开始长大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不愉快 他说你们这样说 然后他每次就说 这个小文字 我还有我同事告诉我 你今天看起来有组件 他在国中的时候切包牌 跟你照顾 说给他带着带着去台北 你不要压抑 他跟我这样开玩笑 他说他是有组件的小孩 但是我心里想说 确实是像任何的小孩 其实像这样在念书认真的 他一定会有理草语 你要适时的去关心他 我们老大老二像老大在 或者是在吃饭 他有时候会提到 为什么这个靠不好 然后他也会说 我这样念对不对 老大成绩很好 他还会 会很担心他这样做对不对 他说我这样读书对不对 他觉得他什么方式错了 因为他觉得他们班上 熊中一定可能也有很多 这个人数学怎么那么好 这个物理怎么那么好 这个化学怎么那么好 但是我这样念我几乎比他差 但是我说你整体还不错 但是他就会看到那个很特别 他会怀疑会举上 有时候会低潮 那我念这个有什么意义 那当然像我在车子里面 我想我至少讲超过五次 以上说不定还要到十次 还是一样鼓励的话 我跟他说其实你从以前到现在 你的念 求学念书的准备的方式有没有改变 他说没有 那我说如果真的有改变 我问你会出现在哪里 我说你在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 会异常 我说你有很多失误的地方 但是你没有 那表示你的方法是应该不差的 我说爸爸不求你说你什么意志愿 我很欣赏你 我非常欣赏你 你这样的读书的方式 你很负责 你很认真 我说你用这样的态度 这个我一贯的 你用这样的态度 你弄到毕业 你不管做什么样的行业 你都会 应该在这个领域里面会很有竞争 那像我刚刚讲说考不好 像我们小人 我说你看一下现在考完了 这个错了是不是你不会的 是不是你疏忽掉的 如果你不会的那你要很高兴 你把它弄回那你这些你不会的 你真的不会的注意一下 或者是说你想一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可以去做调查 这个最清楚的应该是你 但是当然父母经理会去寻求一些 会去寻求一下 问人家这个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什么 那可以跟小者讨论 那我刚刚提到在有一些低潮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疑问的时候 我觉得家长要鼓励的给他鼓励 去肯定他 不要让他真的低潮气很下去 因为现在那个小孩子 这时候还不是那么稳定 他确实是会 他也会有压力 那再来父母亲 我想这个是我们关心的 你会提供给他什么 你提供给他支援 这个财力不用说 人力不用说 在座的妈妈不用说 那你只有两年四个月 两年十个月 你要提供什么给他 我很关心他的健康 我会载他是因为 我发觉他睡眠不足 所以我载他 他可以在我身上睡 只要他可以在我身上 吃早餐 那我很关心 我是这样基于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如果说 我就讲得很清楚 如果说你如果有多余的时间 你可以去休闲等等 那这样算起来 搭车足够的时间 那你就搭车了 你如果啦 你如果是挖在别的地方 你有很多的活动啊 做什么事啊 那这样的话爸爸就可以不用载你了 因为你有那些时间坐那个 你应该也有时间搭车 这是相对那种鼓励的方法 他要顶尖 我发觉有些地方 你可能 那他自己也很认真 所以我这样住 但是如果小孩 他的定位不是这样 那我就不一定会载 像我会跟那个老婆讲 你如果 你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 你如果说一般的就可以了 那你算一下你的车子 你可以搭车 那你就搭车 爸爸不一定要赞 但是你如果觉得有需要 我会提供给你 我就赞你 我可以放其他的事情 我赞你 当然我自己当老师 实际有一些可以调整 那这样的话我支持你 那我觉得让小孩子知道 在你上下课不是爸爸妈妈 一定要做的必要的责任 是让你知道我也是有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为了你 我愿意这样做 我觉得是这个 不然有些小孩子真的是 你在我身体所长的啊 有啊 那我们家小孩子 从学校去补习 从学校去补习 我就不一定会在哪里 他有三个同学一起搭技能社群 他就有同学跟他讲说 你好可怜喔 你把花都没有来载你 你要自己搭技能社 确实有人有事 当然雄鹿不会有这种问题 雄鹿有些补习们这么近 但是他 好 这个我们就会跟他讲 这个是什么样的情景 各位 你会不会让他做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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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因家族的状况 我意义 如果说是属于 他已经弄到都没有时间了 那不一定要让他做假事 但是要让他知道这个该要做 但是我现在可以先替代你做 那回来的时候 以后你高中批语的时候 你是要做 我们小时候小孩子他们是要轮友洗碗 当然这是小事情 拖地特别要做 但是在我有一个阶段 我就很清楚 这时间我帮你做 因为你的睡眠 你的健康我觉得很重要 那你去做这些 你有多余的时间就去睡觉 那再来还有一个 这个可能大家常常碰到 家长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比较逆明的 当然在座的人关系比较好 有些不一定会 但是我发觉 不少的家长跟小孩之间 妈妈 爸爸妈妈讲的话 好像都是在教训 别人讲的话好像都是 是好 但是我自己去归一个结果 我自己去归 因为别人我太会买 不喜欢你的告诉你 别人一定会斟酌 但是如果有很白目的 讲的那个很难听的话 或者是会伤瘾的话 你不会把他当朋友 你也不会跟他讲话 你会起床 但是家长很特别的 家长是互有教养的 这是我自己的小孩 我自己也跟我小孩讲过很多次 因为我们关系你的 我们关系你的以后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 什么地方跌了一跤 或者是这个本来是 应该是很好的 但是某时候对数学这个老师 很不好让你掉下去了 或者是你为什么样的时候掉下去了 那人家只会说什么 人家只会说 哎呀 很可惜 很可惜 但是爸爸妈妈不是 我就常常跟他讲 这个当然包括以后长大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孩子 有时候比较偏激或是什么 那我会让他知道 父母亲是永远支持你 小孩家是永远支持你 那我会这样跟你讲 我会这样跟你讲 我是希望你避免 因为这样对你有一些冲击 或有一些影响 或者是比如说 现在长得比较大了 那念大学了 你可能开始在认识男生 认识什么 那这个你的观念是什么 你在认识男生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象 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 如果说可以交往的话 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心计 那碰到问题应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要让他知道 因为我父母确实 我们的责任是教养 我们会负担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跟别人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会 这个是关系 但是他在想起的时候 你没怎么说你没效 他就越想起了 因为这个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那个时间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timing 去讲 我等一下后面会讲 跟哲理沟通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慎选 那个实际跟场合 实际跟场合 然后你跟哲理沟通 也是一本艺术 就是一个 因为最重要的是在这里 你要在第四个这里 你要打动他的心 你才有效 不然是没效 因为这有执行的他要愿意做 所以我一直讲说像教育 或者是跟子女谈 我再找一个平谱相同的 就像我们这边 这个今天是 这个是我的感受 那在这个地方 那也许有一些爸爸妈妈 你很认同我的话 但是有一些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的家庭 等等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 在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去做 包括我们讲的生活的常规 或者是他读书 他的做法 或者是他这样可能 为什么成绩掉下来 他有一些调整的方式 那最重要的就是讲的时间 有一些富含教育的 我觉得你绝对不要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 那当然有一些在某一些时间 比如说我觉得这次你考不好 考的并不是很好 那我希望你去了解一下原因的时候 不一定是当相 你可能在那个时节 在那一两天 像我会说 你就看一下你的考卷 看一下你的考卷 你为什么错 可以分成几类 一种是本来这个就不会了 那你没有关系 一种是疏忽掉 怎么疏忽 一种是怎么样 那如果是完全不会 你把它弄回那你就比较多 那你疏忽掉了 那你要怎么去调整 像我现在老二他告诉我 他们那个临场的做不是很好 你说好啊那你平常你在做练习的时候 你就比较把它当模拟凝层的方式 可以试试看 那有些是他听得下去 但是有些你听不进去是没有用 那我觉得你如果说要富含教育的方式 你也比较像常常在 那个没有用 那个如果是有一些是属于教育的 是要希望他那个 也许每个月一到两次就好 你不要太多 因为小孩子不会说 因为你今天讲他就会变 他是你到打动他的心的时候 他会去调 他愿意去调整的时候 你发觉他的成长会变 他会变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 我现在常常在跟我太太讲 从小学到现在 你有没有发觉我出了一些收主意 有一些主意 一些教育的方式 你会不会觉得他改变了很多 特别是我们家老婆 他在那个个性在转的时候 那时候跟妈妈就有点像冲动等等 我说现在会吗 现在会吗 你现在讲他听得进去 那这个不是短暂的 他可能也许你三个月六个月半年 一年你就看不到 好像我看过那个 我认识了环保局的 他说他有一个小孩男生 冲浮的很厉害 我跟他讲 我说你每次你先生 他说他先生都骂他 然后他就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讲 我说你要跟你先生商量 第一个物欺同心 你要多听 你现在所有的讲的他都是反弹的 那你要去多听了解他 你是跟他站在同一线的 那你适时的去提醒他 那是有效的 所以有一次他跟我看他说 但老师真的变了 真的变了 我不晓得总監事有没有在这边 王总監事有没有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他可以问一下林院长 那他小孩后来怎么样 他跟我问了一些 那我想在这里 有时候会有外在影响的力量 这里面当然同学国中等等的这些 都看到网络资讯 这熊中熊女大露营 这个是我当妈爸爸 我又有点很紧张 因为我怕哪一个 我女儿看到哪一个 哪一个男生看到我女儿 我想说在这个阶段就 所以我们就打预防针 所以打预防针就是 现在看起来欣赏而已 现在的时间 就比如说现实真的很紧 两年四个月很紧 那你到大学的时候 那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这是我不 我不反对你欣赏的那是好的 曾经我们家有一次 我说我们出国那时候 听说有一个男生到我们家站了好几天 我不是站我老 他是站我老 我吓一跳 他活动毕业 我旁边跟他说 他们不在 他说他们今天要回来 他也告诉我是谁 那个他已经很清楚告诉他 他要念书 因为他居然明天要急撤 今天告诉他 急撤之后我找你 考试完之后我找你 他已经在前面 已经上了学校 我女儿要考试 他居然告诉他 他不理他 那当然这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让小孩子建议 这个正确的 不一定是正确 这个是我的观念 就是说在这个阶段 可以认识 沒關係 但是都是一般的好朋友 是同学的好朋友 但是现在的时间先不要在这 那当然 像我的同事 因为我女儿 她不反对交男男朋友 她的女儿在高中就有男朋友 而且都跟她逼远出去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是不一样的 我目前在高中 我是觉得是到大学OK 她是在高中这个阶段 但每个家庭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在意这个 那你就可能要先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真的是怕会影响 因为感情这种东西大家都 应该这个都爸爸妈妈 谈过恋爱 这个有时候是很恐怖的 那要不要补习 我想在已经是高一高二了 这个 那我觉得要看你的小孩 你的目标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时间 还有比例 我觉得这真的要振重 有时候她真的是念书念到很少的时间 那补习一定有好处 有些要慎选科目 她要的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这个对我们来讲 她需要 那你可以去选择去补习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科目都要 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定点 我是怎样 我的小孩她有几个重要的科目 这个数学有补 物理化学 生物 她有时候会去清理一下那个单机 但是 那 英文 她是高一高二 有在上一般的英文 到83她就没有上 她会选择 那她补习也不是所有人都去 有些她要想听的她会去 有些她会去 那我觉得有些还是要给她一些时间 补习确实一定是有优点 那我们在报章上 雜誌上看到 有些人不用补习 确实不用补习 但是真正补习的占的比例是高的 但是因为依照你的需要 因为有些科目确实是比较弱 我觉得这个可以依你的时间来做一个判断 好 好 再来 我想这个领域 我有一个同事 他儿子对台大 对心理系很有兴趣 但是他们一定要坚持他要念电机系 結果他跑到台大电机系 爸爸也 爸妈也很高兴他跑到台大电机系 他同时也退身上台大心理系 结果第一年 念了一年台大电机系之后 他要转系 结果去申请心理系转系 你去口试的时候 你再把他抹去 因为你那时候就要让你来 你不要来 所以不让你来 这个小孩还是非常坚持 大三一直 大二一直修信息的扣 一直跟那个老师讲 我就是对这个有兴趣 电机是我爸妈妈有兴趣 到了大三 他真的让他抹去 他念台大心理系 念得很高兴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时候有小孩的 他本身的卸直 他真的是很坚持 但有时候很坚持 他如果走这一条路 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竞争力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他是 萌萌通通的 一直说我要什么系 我要什么系 那个就要去分析 这个系的工作性质 你有没有兴趣 要去分 我觉得可以分析给他听 爸爸妈妈希望这个系 这个系的工作是什么 那你要这个 这个是什么 他如果是很坚持 那他在这个领域 我觉得以台湾 这种国际化的这种状态 在某一个 那每一个领域 我们过去看到 我已经工程了 你工 是很好的 看到农学院 你怎么今天昆虫系 这是昆虫系 他念得很专 也很厉害 也很好 我现在看到很多在学书界 或者是有些很有名 他也很好 你不可否认 他以前真的比你 在高中高大 他真的比你差 但是 这个就是现在 数学专攻的 就是你在 就像我刚刚讲 做便当你要做得到有竞争力 你当老师 当到有竞争力 你当医生 有病人喜欢你 这个 我觉得 这个地方 是需要跟小孩子去 沟通 所谓的沟通 就是让他了解这个领域做什么 以后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的发展性 让他去选择 像我刚刚说 我老大对物理有兴趣 我跟他说物理以后做什么 化学有兴趣 我说你化学兴趣 我带你到 我需要十一次来 我弄给你卡 所以这个以后是做这个 医生 你看到医生是做这个 他说那时候 对低球科学 他还去参加这个竞赛 结果去了之后 他回想说 那个我不要 那个是他自己去看了之后 他不适合他自己 他自己删掉 所以第一 如果小孩子很不 我觉得那个筛选的就是 你不要的 一定要拿掉 真的不要一定要拿掉 小孩子现在不太可能说 很清楚 我一定要做什么 除非我刚刚讲那个心理 那个是他很清楚 他要的 不然 我们家长做了这么久 有些领域我们都不在 不一定中很清楚 他怎么会说 他以后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只是说 我对数学比较好 我对物理比较好 我对化学比较好 他可能在这个领域 我刚刚也有同事的小孩子 他爸爸很生气 他结果跑去念历史系 他念历史系 他现在正在念历史系 但是爸爸妈妈 他又活过他 但是我说 如果他这个社里先生 他有兴趣 我在一个长生大学的部署长 他儿子现在念建宗 他说他要念中文系 他成绩非常好 但是他爸爸说 他现在在什么那个投稿 什么都是拿奖的 拿那个得奖的 我说 如果你真的是他 这么兼职 这么有兴趣 那就让他走 告诉他这个领域是这样 也是好的 他自己有他的想法 但是如果说 今天我只是国文了 我就念中文系 那要告诉他 以后这个工作可能是什么 让他去选择 那我讲一下 我不是教育成长 我只是教我这两个小孩的经验 其实 本来王总盖是 找我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在做一个专案研究 确实 那个是一个 进去部的研究案 那个攸关中有 三千五百亿的投资能不能运转 那我到三月底才能够结束 我本来是想说 我第二个小孩都交换 那时候 如果是照我的相好去做 那有机会我再来讲 但是后来他提 我想说 我也来 那我本身是工程 工程就解决问题 可能我的训练就是这样 我碰到问题 我就会思考 这问题怎么解决 那我的逻辑就是 像大小孩的问题 我刚才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这样做 一面更好 那我会想到我已经过去 那我会去想 那个解决的方法 那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我会影响小孩最大的 就是父母亲跟小孩 小孩要执行 妈妈要关心 爸爸要督导 那两个 我觉得两边都要 这个是父母也要管事 这是互动 你要让这个小孩会动 父母亲给他的 你加了油要对 你加了油要对 你汽油你给他加鸡油 都是油 所以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 就是在我们碰到问题 我们可以思考 那也可以请教一些人 碰到这样的情形 应该怎么办 那我一直觉得 小孩跟爸爸妈妈之间 有良好的互动 那我刚刚讲 如果说这些可以做 他以后如果 他被 被这样的一个 这种模式去信任 那以后爸爸他信任他的小孩 或者是 或者是他的工作 他在规划 也会很不错 那 我的老大 在高中的时候跟他妹妹说 我 本来到大学我很担心 我不会玩 我那时候跟他开玩笑 你如果用讨论方式去规划 你能做到什么 那现在回来我问他 小明依我说 我当初讲的有没有到 然后他跟我说 爸爸 他跟他妈妈说 我还是很认真的 我虽然参加活动 很多活动 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 我说 欸 这个不会 那再凑一下这个 不会是耐机性的女 我想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他已经知道 去互动 去做父母之间的沟通 我想 这个以后 包括他在未来的成长 他也会找方法 我不知道这个是很好 谢谢 不好意思 讲到十二礼拜 十一礼拜